花莲市中正路上的麦当劳 30年来最大规模的电型改装计划 总经理杨振道表示 这次的整修是既定的计划 麦当劳将借由电装服务产品与数位服务全面创新升级 提供顾客更时尚贴心而且便利的用餐体验 并且正式的迈入EOTF全新世代 目前麦当劳在全台总共有396家连锁门市 台湾麦当劳持续推动台湾麦当劳2.0旗舰升级计划 预计三年内全台50% 将近180家麦当劳将陆续完成升级转换 我们麦当劳EOTF的新的系统 所谓EOTF就是EOTF未来的用餐体验 那其中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数位化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餐厅有加装这个 所谓SLK的系统 民众可以自行在这边点餐 那另外呢 这个在支付的部分 我们跟将近50家的国内外银行都有合作 另外用麦当劳的点点卡 或者是像游游卡 一卡通 爱金卡 爱情卡 都可以使用 另外我们在数位的部分 跟LiPay HapplePay 都有合作民众都可以直接使用 同时除了一般餐厅具备的数位支付 会有WiFi以及美食级的汉堡之外 2.0餐厅将导入数位自助点餐机 送餐豆桌 增设外场款待大食等更贴心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先点选我们的套餐 套餐的话一样会有牛肉跟鸡肉 然后我们做点选比如说点牛肉 好 跟牛宝 然后套餐跟单点都可以做数 然后点套餐的话呢 我们会有配三类 炸鸡跟薯条 还有沙拉 顾客自主操作点餐 多元支付提高便利性是目前局势 随着行动装置 云端大数据的蓬勃发展 餐饮数位化已经未来的趋势了 麦当劳他还有得来数的系统 外送的系统 那在外送的部分呢 我们从去年12月开始 跟这个 Fu Panda已经有开始合作 那今年6月份 我们跟UberE也开始也有合作 可以提供所有的乡亲民众们 更便利的服务 我们的人员的服务呢 也不断的在精进跟提升 那以后只要乡亲们点完餐之后 直接拿取这个桌卡 就可以自行找座位就座 我们的殷勤款待大使 会将各位所点的餐点 送到各位的桌上 让顾客们节省这个等待的时间 参与数位化已经成为了未来趋势 麦当劳升级推出四大数位服务 数位自助点餐机 数位菜单 多元支付 数位游会 开创新的用户体验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